台湾发明协会于6月24号到26号率团造访湾区 参加在Sanaclara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矽谷国际发明展 这次台湾团总共来了58位发明家 有四四六件作品 台湾创新发明做得很好 是从小学中小学科展 开始就开始让对科技比较喜好的同学就开始栽培 一直到大学研究所 所以台湾人口不多 可是我们的创新研发不出给人家 这次参展的单位有个人中小企业与上柜公司 之外也有教学和医疗单位 展出的发明与技术多半是跟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 我们有9个实验室 每个实验室所负责的品项都不一样 像我们今天的特别的展出 就是我们人体共生维生物实验室所研发出来的一个产品 我们不仅 医生菌不仅只是肠胃道的一个保健而已 甚至它对于我们女性的一个保养也非常的有一个注意 所以我们将它做成像是卫生棉的一个状态 或者是做这个擦拭的纸巾这样子 那另外呢我们每个月的一个研发的一个新品都多大十几项 所以就代表说其实我们背后呢有非常多的一个研究人员来做研发这一块 你看它只要感应到温度变化对不对 超过那个温度变化它马上变颜色嘛 红色就是靠这个颜色 因为你电流过大喔 电流过大的时候颜色那个电流 就是我们家里有配了很多电线对不对 有一个开关箱可以打开嘛 打开一看到颜色变现的话 你就知道你家里用电有危险了 而且你如果在那个电线装了一个那个辨识系统的话 那产生会产生颜色变化那产生警告 发射到你的手机来APP 告诉你说啊这个颜色有问题了 这个你家里方只能用电过量或过窄 我们这个缩车到目前已经有25个专利 那我们这次的参展是用第25个专利的参展 这个就表示说我这件缩车穿起来它舒适可以弯腰的 不会被勒得很紧 我们的脊椎像你看它是挺立的 我们所有的衣服都是软的 就只有它直接做声音是挺立的 此外也有学生前来参加发明比赛 展现他们的科研成果 像是这台无人机 可以在学校集会点名的场合空拍之后进行辨识 精确掌握出席者人数及身份 还有这台翘蛙机的缩小版模型 同学利用电脑辅助做机密设计 并在制作过程当中学习各种控制程式 2011年开始我们就参加各类的国际发明展 来矽谷是第二年 那我们就发现说这个矽谷是一个世界科技的重镇 学生来这边既可以把自己的作品发表 也可以在这边有一些学习跟参与的机会 驻秋金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马仲林 经济组组长林若兰与本地工商团体代表 也特别前往展场详细了解参展团队的情况 并在南湾华侨文教中心举行记者会 马处长肯定各参展团队的努力 并且安排各团队逐一向媒体展示他们的发明 此外马处长也表示 将协助他们与矽谷本地的工商团体联系 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在拓展国际市场 或取得资金方面获得必要的协助 从小点之后 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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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